第二个部分 当然是学习 用镜子、镜子、USB镜子、Mac机 应该全部都有个Facetime镜子 你只需要加一个Video Capture Device Video Capture Device就是用你任何 可以使用镜子或视频 如果你选这个Facetime就可以了 记住,这个是Default的死人样 但你不用怕,如果你选320、240 你明明那个镜子是10比9 你选320、240,它会装装,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就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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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你英俊就自己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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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很多USB Cam 原來你用任何iDevice 例如iPhone、iPad都可以 我們在這裏嘗試加 加多個Video Capture Device 不過剛才加會斷線 斷線便斷線 至少知道自己做的 今次要打回名字 否則很多東西會很亂 我再按OK 在這裏可以選擇iPhone 不知道它是否繼續錄 我都要繼續說 現在有兩個視角可以看到 一個就是我這裏Hello 另一個就是我這裏Hello 這個iPhone就要留意 它本身Default有一個闊度 一個黑地很噁心 有機會選擇一個叫High High的話它會盡用整個iPhone的屏幕 不會多了黑地出來 另外OBS也很好 就是如果你選擇了iOS的 device 你只要在 譬如有些APP 好像這裏這樣 你打橫的話 你會見它會自己跟著打橫 你打回動 它又會自己跟回動 這個真的很方便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也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真的用iPhone的話 必須要記住 你的Notification 一定要全部打開 如果等一下不好意思 你舊情人 發一個Message 給你說I love you 那你彈出來 就真的播放了全世界的看到 另外如果你用iPhone做播放的話 最好選擇這個 睡覺模式 Do not disturb 這個 它都不會有任何聲響 來騷擾你 還要記住 不要在broadcast iPhone 或者iPad 打密碼 因為這個 會被人看到你的東西 我先說到這裏 希望能錄得到